基隆市長 列國樑 基隆綠地變藍天 勝利的吶喊與鞭炮聲 響徹基隆七度的競選總部 基隆市長 列國樑 謝國樑一舉拿到九萬多票 帶著愛妻感謝選民力挺 感動 不禁哽咽 感謝我的上帝 因為我覺得在這過程中 在這一路上 他是給我最大的支撐 最重要的一個我最大的依靠 情緒沸騰 他忍不住扶手下跪 感謝老天 在這邊還是要誠懇地 跪謝一下我的上帝 我的信仰 谢谢 今天這一場勝利 是屬於大家的 不是屬於我一個人的 未來我也會用 世民的仆人 上帝的仆人 這樣子的心境 好好的去做我每一份 我該盡的義務 跟該做的工作 謝國樑以小愛爸爸 重出江湖 好爸爸形象 選民買單 國民黨苦等八年 再次奪回市長寶座 謝國樑一路倒吃甘蔗 得感謝這位超級助選員 他是我的禮物 我愛小愛 我也會從他的角度 從他的身上繼續努力地去做更多有意義的事情 要把對女兒的小愛變成給基隆人的大愛 其實過去基隆政治版圖一直藍大於綠 儘管林幼差 施政績效頗受好評 不過民進黨蔡世英沒能發揮執政優勢 沒守住基隆 他這樣坦言 那我只能說自己努力的不夠 做的不夠好 那沒有辦法得到更多的市民給我們支持 那我在這邊也要預祝我的對手 期待他未來的四年過程當中 能夠帶領著基隆繼續往前進 讓基隆飆走回頭路 城市燕影揭霸失敗 謝國良努力耕耘 基隆久違的藍天再現 今晚要是同陳佑斌採訪報導